托尔斯泰 俄国 每个人都会有缺陷 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 有的人缺陷比较大 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 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聪明人的特点有三 一是劝别人做的事自己去做 二是决不去做违背自然界的事 三是容忍周围人们的弱点 如果爱一个人 那就爱整个的他 实事求是的照他本来的面目去爱他 而不是脱离实际希望他这样那样的 一个人越聪明 越善良 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得越多 而人越愚蠢 越恶毒 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越多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